大家好,浩洋来到表书看世界,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,如果你人在第三国,也就是在中国的外面,如何来美国? 最近呢,有一些远在柬埔寨,新加坡,爱尔兰,新西兰,泰国的朋友,发私信给我,要么就是个人在这些国家,要么就是说全家,包括小孩,已经到了这些国家,这种情况下,他们怎么能够来美国? 因为美国人的背景和情况不太一样,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比较笼统的来介绍一下,采取什么样的方式,在第三国办理签证,然后来美国。 当然,这种签证呢,不见得那么容易,但是呢,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,只要经过仔细和周密的策划,也许能够提高你获批的几率。 首先,要看你在什么国家,假如你在柬埔寨或者在泰国,这种地方,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,也许会稍微容易一些。 因为据我的经验,在疫情期间吧,有不少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人是在柬埔寨,这个美国的零食馆去办理这个签证,而且也有不少人获得了批准。 在日本相对来讲,也比较容易。 首先呢,第一,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,你来美国究竟想干什么,这个通常都是这个签证观第一个问题,就是说你去美国干什么。 你要有一个非常合适的理由。 所以呢,你在准备之前,你首先要问自己,你这个理由合不合理。 你要从美国人的思维和角度来看。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,因为美国人他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,看起来似乎很简单,但是他是在考察你,考察你,然后由他来决定你这个理由是否是合适的,合理的。 那么第二,要待多久,有的人说,我可能要去待一个月,通常你这么说的话就比较长了一些,比如说我去旅游,那么旅游通常一般我会超过两个礼拜,或者是我去商务,商务也是如此。 所以呢,尽量呢,不要把时间说得太长。 第三呢,因为你是在这个,你是在这个第三国去办理这个美国签证。 首先呢,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他要考验你,去了以后会不会滞留在美国。 啊,昨天有一位在大洋州的朋友在跟我联系啊,他说我在这个国家的签证马上就到期了,等于是应该就是说啊,一月份就到期了啊,就很快就到期了。 啊,那么呢,在到期之前,我想办理美国的这个签证,后来我说,如果你的签证马上就到期了,你办美国的签证,你被批准的这个几率会很低。 为什么会很低呢? 因为人家一看啊,原来你这个签证要到期了,你应该回国,回中国,而不是去美国。 OK,你去了美国,啊,你这个移民倾向是非常严重的,啊,你等于是在这个国家待不下去了,然后你就想来临时去办一个美国签证,啊,这个获批的几率是非常低的。 所以呢,我就跟他建议,我就说,如果可能的话,你再去延续你的签证,至少延一次,OK,延一次以后,过一段日子,再去考虑申请啊,有一个合适的理由。 再去申请美国签证,这样的话,激励绝对会比你现在去申请的激励要高一些。 办理签证看似非常简单啊,就是填上DS-160表,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。 你说它难,它也没有特别难,啊,这个就需要你一个非常周密的策划,根据你的理由,围绕你去美国的理由和目的进行策划,啊。 如果你是商务,比如说,谁要请你去的,你去哪些城市,待多久,干什么,啊,这个都要能够,这个,啊,在被询问的时候,能够非常顺利的答,答出来。 当然,如果你要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周密的行程安排,啊,甚至酒店等等,你都考虑的话,考虑好的话,啊,你的胜算会高一些。 啊,如果是旅游,啊,这美国很大,啊,去游什么,去看什么,去哪些地方,对吧,啊,如果不英语怎么办,啊,因为他都有时候,他可能有个问题,你英语怎么样,啊,这个在理事馆也出现过这种问题,他问你英文怎么样,如果你英文不好,你怎么,如何去旅游,啊,你怎么安排的,啊, 啊,所以呢,啊,往往通常就是这些小的问题能够导致,如果你回答不好的话,或者准备不好的话,啊,就会导致你被拘,啊,被拘,啊,所以呢,啊,我在这里建议,啊,如果你在第三国,起码相对来讲要容易一些,啊,因为毕竟你在不像在国内,啊,通常是被,啊,封,啊,或者是做核酸,对吧,或者是拿不到护照,啊, 啊,这些头疼事你都没有了,啊,所以呢,在海外来讲相对要容易一些,啊,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,啊,把它当回事,啊,就是说要花点时间,啊,进行这个思考和考虑,啊,怎么能够,啊,尽量的降低你被拘有的风险,啊,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经济能力,啊,因为,啊,啊,它的这个,这个,一个是家庭的约束力嘛,就是说, 你,啊,你的家人,对吧,一大堆,对吧,你肯定是要回去的,对吧,不会滞留于美国,那么还有呢,就是你的这个财政的,财务的约束力,对吧,因为你,比如说在国内有很多的投资,或者很多的业务,你肯定也是要回去管理的,啊,所以这些呢,还是跟签证是有一定的,啊,直接关系的,啊,所以这方面的资料,也是需要,啊,非常周密的准备,啊, 好,那么今天呢,就跟大家聊到这儿,啊,如果有更直接的,或者是更具体的问题的话,啊,欢迎联系我,啊,我的微信和电子信都在这个频道的下头,咱们下次再见。